过敏 过敏是台湾多数人的共同疾病 甚至有父母过敏 小孩一定是过敏儿的说法 不过当小朋友没有先天过敏 就不用再担心了吗 除了基因遗传是过敏主成因之一 环境与饮食也很重要 高明敏营养师要如何从选对饮食 和塑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来减少小朋友的过敏危机呢 就算没有所谓的过敏体质 也要担心说饮食或环境 会被诱发小朋友的后天过敏 所以建议在小朋友从小的时候 就要多方摄取各种不同的新鲜蔬果 来养成它体内一个好的体内环境跟体质 居家环境也很重要 要注意有没有一些过敏源的存在 比方说像灰尘 尘满 那尘满像是枕头啊 棉被啊 地毯啊 或是你在穿的大衣里面 可能都含有尘满的踪影 花粉也很容易引起一些过敏的情形 拜拜啊 点蚊香啊 这些都要多注意哦 其实除了饮食啊 环境之中的过敏源也不容忽视哦 建议哦 大家在选择空气清淀机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有两层滤网以上哦 来滤掉一些毛发跟灰尘 夏天啊 大家都比较喜欢待在室内 因为比较凉嘛 但是其实不开窗都会觉得有一点闷闷的 空气不流通 而且每个人其实带到室内的那个污染源都不太一样 那这时候其实就建议大家可以选用一些含有活性碳滤网的 来滤除一些空气之中的异味 那就更能把空气中的悬浮为例啊 给滤干净 除了过敏之外啊 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一定都知道 我们都会很担心就是致病菌藏在空气里面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选择有自动除菌离子 Plasma Wave 2.0 那就可以尽量降低空气中的细菌啊 致病菌 那也可以让呼吸到更健康哦 一个除湿机呢 在一个家庭来说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因为潮湿其实也会让沉满资深的情形更加的严重 一击双效 在一个空间里面哦 同时就有除湿跟空气清净的功能 它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哦 直接把湿度从80%降到60% Plasma Wave自动除菌离子呢 我很喜欢这个功能 因为它可以尽量的降低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啊 或者是一些致病菌 自动除菌离子的按键 按三秒之后 儿童安全锁就给它打开了 所以我每次都只要按下去 然后我就不用担心我小朋友在它附近绕来绕吃 眉雨季啊 或是一场午后雷震雨 你的袜子跟鞋子就会湿湿的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个轰鞋配件直接放到鞋子里面 然后启动 那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鞋子没有异味之外呢 也非常的清爽舒适 轻松移动也很重要 它有这个把手之外呢 也有360度的一个旋转哦 身为一个妈妈嘛 你就可以一边牵着小孩一边把他拖着走 还有一些安全措施也非常重要 像是自动断电啊 或者是防燃装置啊 那它里面其实有22道的一个安全防护措施哦 它获得了台湾一级能效的认证哦 所以其实家庭主妇就会很喜欢这种标章 因为节能很重要 想要避免孩子的诱发后天过敏哦 其实呢 在一个饮食跟环境上面 都要特别做好防护 那我会建议在一整个家庭的环境当中 可以备有多台的空气清淨机 加厨食机 来维持一个空气的好品质 也维持一个比较舒适的湿度 那就可以一起为家人的呼吸健康来做到把关 给自己跟家人留一块小情形 没有最健康 只会更健康 快上来加入好友 Top 1 Health 9 Health 3 Health 9 Health 9 Health